今天來這個Mariot Markham 吃個午餐 很富貴 不知道是熊龍頂是甚麼 為何要站在鍋裡這麼慘 經常覺得Mariot Markham 這麼大的酒店 究竟可不可以便宜 據小道消息了解 是真的有人居住 而且都蠻modern 看看早餐好不好吃 都蠻涼的 裝修都蠻新穎的 那我們就在這裡探杯咖啡 雖然Mini說 這裏的裝修 就未必是Mini的賣票 旁邊有間戲院 你可以賣票的 都蠻漂亮的 但就不是my favorite Mini呢 一如以往都叫這個egg benedict 那我呢 亦都是一如以往都叫這個amlet 那我這個叫農夫amlet 只看賣相 就似乎不是擺得 真的超美 那他就覺得 哇噢噢噢噢 那就試一下好不好吃 不過呢 賣相不好呢 那在Mini的眼中已經輸了 我就看好不好吃 好看好不好吃 好看好不好吃 嘗嘗它的amlet 農夫amlet 簡單來說 就是什麼都有 有煙肉 有薄菇菇 有洋蔥 有薯仔 有薯仔 嗯 這個蛋都煎得很香的 嗯 它就不像我們上次那樣 蛋蛋那麼厚厚的 但是也很香 而且呢 它也有這個芝士 嗯 雖然賣相差一點 但是都OK 嘗嘗蕃茄 燒了 還有兩條蝦蜜 還有兩條蝦蜜 嗯 它也不錯 有薯餅餅 薯餅餅炸得也不錯 雖然我覺得麥當勞的味道比較好吃 雖然我覺得麥當勞的味道比較好吃 它有點像我們 中國的蔥油餅 謝謝 但有一點蔥油餅 但沒有蔥 整體來說也不錯 價錢也不錯 價錢也不錯 14元 全都OK 還有咖啡也特別好喝 如果賣相做得更好一點 就更好一點 好 嘗嘗Mini的餅餅就可以了 國荷蘭汁 挺滑的 酸度和濃度和濃度的程度都很平衡 好 我喜歡它的餅餅 它用的煙肉也不錯 嗯 可以在廢物裡用的 rezillial 好吃 相對抹かGE 除了我們吃日式餅餅 間餅給我們吃緣 每天賣相也不錯 好 好吃 好 好吃 去年葛隆夫餐廳 煮蛋就薄了 材料爆多 如果你喜歡吃材料多 就覺得這個不錯 如果你喜歡吃蛋香 厚厚的話 就未必最好 No for all 味道來說 都不錯 如果你想吃一下 又不是那麼多人 暫時 算是挺美 挺優靜的地方 你也吃過早餐 又不想下單餐 這也是一個選擇 假如你又不介意買相